哈囉各位VOGUE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林可彤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的保養小秘技 這次呢不用任何的保養品 只要兩顆按摩球就可以幫全身做紓壓 然後把你的很緊繃的氣節啊 經絡啊全部都舒展之後呢 你就會覺得整年的氣色變好 那通常我們都會覺得按摩就是頭部以下的按摩 今天呢可以用這個小球呢幫你做整個臉部的按摩 第一個呢你可以把小球呢放在你的眉心 然後呢你可以躺在一個瑜伽墊上面這樣子做加壓 就可以舒展你很常皺眉頭的這個表情紋 然後慢慢的呢把球滾到你的太陽穴 如果你的頭部很緊繃腦壓很重 今天煩心的事情很多呢 就可以把它在這個太陽穴的地方做停留 或者是前後的動一動做按摩 那接下來就可以滾動到你的顴骨的下方 顴骨下方呢這邊有一個穴道 你按的時候會覺得很緊繃 臉部會有點酸酸的感覺 如果你常常去刺激這個穴點的話 你會覺得你笑起來會更有精神 然後你的顴骨也會更立體 如果顴骨有立體的話呢人看也就會變年輕 那最後一個臉部的穴點呢是在耳朵的下方 我們很常如果去做臉或是按摩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會把所有的臉都按完了之後呢 就會從你的耳朵下方這個穴道幫你把臉部的廢物啊 然後去排掉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排毒的點 所以你可以把球放在耳朵的下方去做按壓 就會覺得很舒服 然後很緊繃的這個感覺就會越來越減緩 那把臉部按完之後呢 就是最重要的我們很常 彎腰 駝背 然後打手機 就會很緊繃的這個脖子的後方頸部的位置 你就可以換成這個大球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球的脖子的地方 然後躺在瑜伽墊上或是床上 然後左右的滾動一下 就可以有波筋的效果 就會覺得脖子很舒服 煩惱就會立即減少 所以這樣子之後呢你就會覺得你的臉啊 看起來就會變有精神 然後氣色很好 那除了整個頭部臉部之外呢 這個大顆的按摩球 也可以幫助你的身體做很多的放鬆跟按摩 像是你可以平躺在床上 然後把它放在你的肩胛骨的左右方 然後身體慢慢的滾動 你可以一邊休息 一邊幫自己的經絡做刺激跟按摩 然後也可以滾到呢 我們很常感到痠痛的地方 像是尾椎 腰椎的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肩骨的位置 有很多很緊繃的血點 你可以把球放在你的臀部的下方 然後左右左右的去按摩它 然後還有呢就是我們會很 常常很緊繃的環跳穴 就是在你的臀部的中間 這個臀大肌的位置 你可以把球放到這個地方 然後左右左右去滾動它 就會覺得很放鬆 那只要這些血點放鬆了之後 你會覺得運動的時候就會 瘦身的效果會更明顯 然後你腰痠背痛 下背痠痛這些問題 也可以得到解決 所以我真的覺得呢 按摩是很好很好的養生方法 然後歡迎大家一起用 像這樣子的按摩球來做按摩 就非常的簡單 那可能市面上呢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那這個是比較輕的材質 如果你沒有像這樣子的東西 你想要試試看是什麼樣的感覺 你可以找一顆壘球或者是網球 有像這樣的東西在家裡 你可以先試試看 那之後就可以找 買像這樣子比較輕巧的球 隨身攜帶你可以放在辦公室啦 或者是旅行的時候去做放鬆 都非常的方便 所以呢就把這樣子的按摩方法 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很放鬆 變年輕